好 大家好 首先先想向海湾的这个区块链的社区的朋友们 也算打个招呼 我其实平常经常有看这个洞区的新闻 也算是这个洞区平台日常经常访问的一个用户吧 其实我自己之前大概2012年2013年 也就是没有2011年大概是12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在台湾读书读过三个月 是交换生的时候在清大有读过三个月 所以我还利用那三个月时间开车游览了整个台湾 所以其实对台湾还是蛮有感情的 而且也在台湾那个时候交到了蛮多的朋友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接受台湾区块链媒体的访谈 谢谢孙哥的支持 那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孙哥的状况 因为上周您出席了香港的活动 然后也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因为您的关注太高了 甚至有人在网上有说要对您做一些悬赏的动作 虽然这些都是半开玩笑了 但是你怎么看社群上面的粉丝 然后以及这些粉丝对你的争议呢 其实我觉得黑粉也是一种爱 因为如果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就是关注你就是最大的对你的一种投票 我觉得其他就对你投了一票 不管这个关注是对你是黑还是捧 只是关注你我觉得就是一种投票 当然了我也想鞭策自己 我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去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样才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一种关注吧 所以其实我还是就是很有努力在做事 然后把事情做好 所以这个是大概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然后对于社区无论黑我啊 还是开玩笑说悬赏啊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 我们应该是抱着一种积极互动的一种态度吧 所以这个网络有流行用语讲 叫官方玩梗最为致命 所以我觉得是要去拥抱和适应这样一种互联网文化 然后您也在近期也正式宣布说要把火币从亚洲的总部新加坡 迁到香港来申请牌照 对火币来讲最困难的点在哪里 好的首先我觉得我们对于申请香港的牌照呢 确实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态度 我们现在呢打算在数码港建立火币香港站的一个总部 然后呢积极参与到这个牌照申请中 我个人呢觉得还是很看好 未来的这个香港的加密货币发展 以及区块链的发展 因为呢香港毕竟在整个这个亚洲吧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 背靠大陆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经济体量 然后香港呢本身又是讲英文 然后普通法 相当于是一个大陆面向海外的一个国际化的 这么一个桥梁和一个避风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言呢 我觉得香港未来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6月份和7月份呢 港府会推出一系列的政策的最后的一个草案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会是一个火币 以及波产我们都会一个完全合规的一个态度 在香港本土运营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港府可能比新加坡要更加的饥渴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现在未来的政策呢 香港的外部三政策还是有很好的因素 中国的态度慢慢的开始变趋向开放 而且甚至有机会在进行 尽其能够在中国这边有可能会废除 加密货币相关的禁令 您怎么看 对我绝对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希望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陆他们一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的时候 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制定方向 就是要先选一些小的地方 因为中国很大 对吧 这个32个省份自治区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国家 如果他一个政策制定出来 马上全国推行 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从来都是说 这个有一个地方先推行这个小的政策 然后这个政策以及这个产业的发展呢 在这个地方还不错 他们就会把这个经验复制到全国去 像以前在中国呢 我们就有这个特区文化 对吧 深圳其实就是以前的一个特区 就是通过这个发展市场经济 是在一个特区里面发展 发展的比较好了 经验比较充分了 再向全国推广 所以我现在觉得加密货币呢 在香港其实就是一个特区 所以他呢会希望看到 加密货币在香港发展的很好 风险不大 反馈很多 给港府增加了税收 给年轻人增加了更多的出路工作 所有人都赚到钱了 在这个事情上都有好处了 他们就会来推广 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合规 以及在整个这个港府的这个政策中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效 以及比较好的效果呢 是未来推动大陆这个合规 和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 美国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很严 很很管得非常严厉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FTX的爆雷 因为如果FTX很成功 FTX做得很好 很多人都赚到钱 都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话呢 其实美国加密监管 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 就会有改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 就是香港地区的发展 对于未来中国大陆 放开加密货币 是具有决定性作用 那您能不能够说说 您接下来会要用什么样的 心态决心来去经营货币呢 好 我自己呢 就是去年六个月前 担任这个货币全球固文委员会委员 之后呢 我自己还是虽然啊 担任的时间很不凑巧 刚刚担任一个月就碰见FTX爆雷 对吧 我经常也要讲 就是说我这算是一个地域模式 我接手的时候是一个地域模式 接手的这个火币 但是呢 因为一我自己很年轻 我今年也才32岁 对吧 对我呢 其实工作精力很充沛 我来火币工作之后 每天都是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 只要给我更多的时间 下面六个月 未来一年 再再差 我觉得不可能比我接手的这六个月更差了 对吧 不可能每个月都有交易所爆雷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整体加币货币的环境会变好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都已经看到 对吧 无论比特币以太坊啊 都一定程度上涨 而且呢 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好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 这个整体的行业在 在回暖 因为我觉得现在美国呢 整体加密政策是趋炎的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越来越多的 来自亚洲的加密货币的力量 都他们老外开玩笑讲 叫一个 神秘的东方力量 神秘的东方力量的这个崛起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趋势 所以这个也是我 这个当初进入火币 是吧 担任这个职位 愿意来做火币这个事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 而且呢 我也知道之前呢 其实FTX的爆雷事件 对于台湾社区受影响也是很大 因为当时台湾社区 很多人都是使用FTX的 在此呢 我也可以向大家保证 就是台湾社区用户的资产呢 在火币一定是绝对安全的啊 绝对安全的 这个所以大家呢 不用担心 如果可以重来 您还会再买火币吗 我觉得如果重来 我觉得还是会 原因很简单 因为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加密货币是一个熊市嘛 我自己愿意去扛起这一份责任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除了我之外呢 也没有更好的人 能够扛起这个责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扛起这个责任 当然我没有办法预测FTX 一个月之后就会倒地 对吧 所以可能这个时间有一点点不适合那么凑强 所以呢 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小遗憾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从来呢 我还是会愿意去承担起这一份责任的 军跟李林似乎要在香港诚意交易所 那你你有会觉得自己在被割的感觉吗 应该没有 我的理解啊 因为我轻火的科技的活动我也去了 包括杜军现在今天也还是火币的股东啊 他也是火币的股东 然后青火科技其实是做加密资产托管的 所以火币我们跟青火科技在加密货币托管这块也会有合作 美国监管其实是蛮严格的 甚至你也被盯上了 是 那您觉得这可能会让你所经营的项目在发展上面会受阻吗 就是其实我自己平时也从来就是不在美国 对吧 然后我也不是美国人 也没有美国绿卡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生意其实不多 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个美国SEC的这个民事诉讼呢 我觉得对我们的生意影响是很小的 这是第一点 其次呢大家如果认真去看一下这个指控书中的内容啊 这个民事诉讼的内容呢其实也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啊 他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加密民人推广啊 一些我个人认为是一些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内容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说是好像有很大的合规问题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呢合规问题比较严重的主要还是有关于比如说制裁啊 有关于这个服务制裁人物或者服务制裁国家啊 一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些这个一些事项啊 而我们其实收到这个民事诉讼呢 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啊 这个这个一些可能民人推广啊 一些跟消费者啊 保护相关的一些啊啊 一些很小的我觉得一些啊 一些民事的这个诉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也是 其实大家可以看那个指控书本身 我个人认为也是其实没有很大影响啊 所以我我是对未来这个发展是非常乐观的 其实现在这个SEC当然也很活跃 其实可能不仅仅对我们提醒民事诉讼 最近对于Coinbase啊 所作所为可能可能做的有点过啊 所以我从我这个角度觉得呢 就未来SEC可能也会调整它的这个政策角度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也会收到其实很多加密货币的从业者啊 包括很多行业中的人会给它很多反馈嘛 我觉得从目前的整体的SEC的这个反馈来说 大家会认为SEC是做的是有点过的 我个人并不认为美国常年可能在三到五年内 还会采取一个非常严苛的政策 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严苛政策呢 只是由于FTX爆雷啊 以及一连串的这些事件 所被迫采取的一种应激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种应激反应呢 就像一个人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了 它也会变得非常平静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对于未来三到五年的整体的 美国加密货币的政策呢 我我个人也是谨慎看好的 您在经营火币的过程当中 也做过非常多 让大家很impress的事情 就好比说你们上架了拍币 他们认为你们上架是假的拍币 那对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首先派这个社区啊 争议很大 但是我个人呢 一直以来的看法是呢 我觉得就是 可能有的人觉得派不好 可能有的人觉得派好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 永远是把这个东西交给社区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交易所啊 这些是没有这个啊 资格去评价一个资产好还是不好 我们应该是给所有资产一个平等的展示的舞台 然后让这个他们自己去展示 然后让所有的人去公开的辩论 然后让这个东西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火币发行的这个派币呢 确实因为派现在没有上架主网 其他的并没有主网代币可以交易啊 但是火币上我们发行的派币呢 是有真实的派啊 作为这个啊这个这个抵押啊发出来的 虽然他现在因为派主网没有上线 没有办法公开的转账啊 但是火币上面发的派呢也是真实的 你们目前上架的派币是自己挖的还是买的 哦现在我们挖的派币是从社区成员的手上买的啊 相当于是是用别的社区这个成员和派的大户啊 手上的派的代币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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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锚定进行发行的派币 我们是采取一个平台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 是那您这边有啊您或是您的团队有正式跟这个派的官方团队做过联系 或者是讨论未来你们也许有任何的发展的可能吗 其实啊其实全全世界各地好像都有它的社区 这个目前呢啊我们会积极联系这个派的这个官方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啊和他们未来在啊很多派的这个领域啊达成一些合作 也毕竟火币现在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上架派的这么一个交易所 西方的社群有多长的火药 是的 您认为中方跟西方的加密社群当中 双方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 社群文化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好的啊 其实我个人啊也算是经历了这个从2012年啊就是在经历这个加密货币这个社区啊 其实呢现在今天这个加密货币社区无论中方西方啊都主要活跃在推特上啊 其实我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见证者我觉得我是这个事情的见证者 其实之前呢加密货币的这个社区呢最早啊就是只是零零星星西方我先讲西方社区 那个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只有两个大V一个是Charlie Lee一个是Vitalian 然后没有其他人用推特的绝大多数我们大家今天可能熟能像到很多人像CZ啊很多人 那个时候还还没有开始用推特 所以呢我算是第一批相当于是在这个西方加密货币圈开始比较活跃的人啊就是推特这个一个浪潮吧 然后呢后来大概到201那个时候大概有100多万粉丝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号了啊 当然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现在呢整个加密货币圈最大的账号应该是CZ的账号啊 我没记错可能是七八百万吧现在你看这个粉丝量比以前大到20倍 然后呢中国加密货币这个发展啊这个东方的华语的这个加密货币发展也很有意思 其实之前呢主要是在微博的微博啊微信群啊大家在这些地方讨论加密货币 结果后来因为封号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政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签到推特来 但是这个现象大概是从2021年才开始就是大量的人呢开始迁移到推特 中文啊开始出现中文社区这个大概是2021年才在推特上发生的 然后呢我觉得到了2022年包括到今天2023啊这个就是东西方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社区就开始有点合流了 因为大家在一个平台上交流也越来越多甚至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大V开始转中国的内容对吧 而且有的还还开始学汉语就中文发推对吧说要当国产项目方啊开玩笑讲要当国产项目方这个大概是可能到今年2022 到2023我就才出现这个现象了当然我对于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我是乐见其成的 因为我觉得加密货币圈呢也只有经过越来越多的交流突破这个语言的障碍 对吧突破这个文化的障碍越来越多的去交流 中国以及在东方这个世界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项目能够被西方人所接受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项目能够到中国交流得到大家接受 一个我觉得完全这个团结的这么一个加密货币的这么一个圈子吧 也是一个对于我觉得整个行业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是一是乐见其成二是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方的项目方呢 都可以前所未有的交流 您自己觉得你在整个全球的加密世界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的我个人对我觉得就是有三个角色吧 我希望扮演三个角色三个角色 第一个呢我希望扮演这个这个政策制定者以及监管机构呢 与加密货币的这么一个桥梁啊 这么一个桥梁因为我呢我觉得我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呢 比较了解现在加密货币的这么一个经营的现状啊 比较了解他这个现在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我呢又与政策制定者呢保持比较密切的交流 像大家也知道就是啊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担任了这个格林纳达 驻这个WTO的大使 其实与各个国家的这个监管机构啊 以及啊这个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很多指标制定者呢 都经经历了非常深入的交流吧 相当于是啊比较了解这个加密货币与全球这个监管事业的这么一个博弈啊 不仅仅作为过产业代表啊也作为过政府代表 其实加入到这些对话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啊很独特的价值 就是我希望呢能够扮演一个加密货币行业与主流政策制定的这么一个桥梁啊 这个是我觉得我的我想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啊 第二个角色呢 我觉得我们希望呢就是能够扮演加密货币中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啊 无论是火币啊作为这个加密货币的平台 还是说这个啊这个波上作为一个layer one solution 对吧作为一个区块链啊 啊还是说usdt usd作为一个稳定币 对吧还是说这个bttc作为一个layer two 一个zksnack的这么一个啊一个协议啊 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啊都是其实在扮演这个加密货币啊 基础设施的建设者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长期的builder 我是希望在这个领域进行长期的这么一个建设啊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这个第二个一个心愿啊 第二个心愿啊 第三个呢我就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我希望扮演一个 Cripto我们这个世界与主流世界的一个衔接的一个桥梁 当然从主流世界来看 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发声声音和步道呢 把区块链和Cripto世界带到主流社会 当然呢我也希望在主流社会 就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社会中呢 扮演一个加密货币这个政策 以及加密货币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颤老者 让更多的人了解加密货币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呢是一个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 还有一个builder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您怎么看今年跟明年的全球经济呢 对于整个全球经济和加密货币领域呢 我还是较为乐观的啊 其实到这时候啊我反而是乐观一些了 因为呢很简单 虽然这个美联储啊这个一直激进的加息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Cripto领域啊 我们行业中的这个风险 基本上已经释放了反比 就无论是对吧 去年经历过3AC这个LUNA 还是LTX这些种种霸雷事件 那他们是代表性的霸雷事件 小的还有类似于像Gemini啊 像Celsus啊这些霸雷事件 对吧 像Grayskill这个Genesis的霸雷啊 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经历过这些霸雷事件之后呢 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风险 我觉得已经大范围的释放了 其实已经大范围得到释放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呢我们是处于一个恢复期 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啊 他需要恢复啊 需要更多的build 去建立更多的这个基础设施啊 去建立更多的行业发展的这个这个 这么这么一个方向啊 去逐步恢复 但是我认为呢 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 这个是我对于这个全球经济的 这么对我们自己行业的一个 全球经济呢 我觉得也是这样啊 其实经历了疫情 经历了严主委加息 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包括中国大陆 其实经济也开始放缓啊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 从今年开始 中国大陆开始大范围的释放需求 比较快的解除了疫情风控 然后比较大的 现在比较快的 现在完全是就恢复到经济增长的 这么一个速度上来 我觉得对于提振全球 这个经济需求 以及提振整个世界的这个发展 还是很有帮助的 再加上最近其实有AI 对吧 对我们也知道 其实为全球经济的 下一代这个我觉得 以区块链和AI 为代表的这么一个产业升级类型 我觉得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个 还是非常看好的 其实包括硅谷银行的暴雷啊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钟 其实就是说 钱哪怕存在 这个传统的金融机构 也并不安全 但是呢 到今年 2023年的很多事情 我觉得前面一季度 对吧 对很多事情告诉我们 其实传统的行业也会跑 那您接下来 特别会关注到哪一边的赛道呢 或者是您觉得 有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项目 好的 我赛道当然一如既往的 我最关注的其实是 我自己的老本行 这个稳定币 所以呢 其实我们大概知道 就是波场上的稳定币 TOSD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 稳定币的布局 是非常全面的 然后啊 我今年呢 其实也很看好 波场作为layer1 bttc作为layer2啊 zk的这个升 升级 其实带来的一个啊 全方位的一个性能的释放啊 其实我个人也是很看好 当然我自己也很看好 火币作为一个交易所 我觉得未来呢 随着这个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 加密货币 越来越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其实火币交易所呢 也会啊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个人对于未来 几年的加密货币的发展呢 是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 那今天非常高兴 谢谢孙哥给我们 这么宝贵的时间 那我们所有采访的问题 都已经完成了 嗯 然后我们也很期待 孙哥有机会 能够来台湾 好的 非常感谢 各位这个Blog Temple的读者 然后希望下一次 在台湾能够见到你们 谢谢大家